9月2日,有网友在微博发布,勒干继科跟景田在澳门约会上,声称于前天也就是8月31日在当地的维尼斯人酒店王与两人,李正他们并没有分手。 根据网友发布的照片,张继科跟景田与一名女士正在逛街,两人穿着情侣装,都是一身黑色,景田穿着短裤,露出大长腿,上身搭配了一件外套,气场十足。 张继科走在前面,没有与景田并排,好像是带路,张继科戴着帽子,而景田就戴着墨镜,两人没有做过多的遮掩,十分大方。 景田好像发现了网友偷拍,突然转过头看了后面一眼,也正因为景田这个动作,暴露了他的身份,由于网友没有排到张继科正面,CPE粉担心南方不是他。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,根据张继科与景田的航班信息,8月30日,张继科从南部飞往澳门,而景田则从北京飞到珠海,珠海过关就是澳门了。 显然,8月31日,这对情侣正式在澳门约会,此前,有网友发帖猜测张继科跟景田已经分手,理由是两人已经许久没有互动,就连7月景田生日的时候, 张继科都没有发微博祝福,而且,张继科还发一些心灵吉堂,内容跟放弃有关,更令毛友怀疑这是他的分手感悟。 分手传了好几天,张继科跟景田都没有出面成情,网友变自动作时,来两人分手的消息,如今,两人在澳门发糖,证明情侣关系不变,CPE粉应该可以放心了。 事实上,景田与张继科的感情一直很甜蜜,虽然两人都忙事业,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,不过他们会安排好工作,抽出时间见面。 8月10日,景田在广州出席活动,当时张继科就特意飞到广州陪伴女友,当时他还去看望另一位患病的广州粉丝。 5月的时候,景田登上某时尚杂志封面,杂志编辑透露,景田在北京郊区拍摄期间,张继科竟悄悄来到现场,站在角落里等女友收工。 4月,景田妈妈生日,正在外地拍摄的景田赶回家给妈妈庆生,张继科也一起,他们还公开了合照。 总而言之,张继科竟选两位大忙人争取时间见面,明显还处于热恋心,两人感情甜蜜,估计他们不再公开互动,是想低调保护这段感情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